生成式人工智能AI的快速发展 对医疗时间和教育具有重大意义 本演讲探讨了人工智能 在康复和相关健康专业中的现状和未来潜力 并研究了这些技术如何改变临床时间 根据最近的研究 本演讲探讨了人工智能 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应用前景和挑战 重点不是人工智能 作为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替代品 而是人机写作以及这些工具如何增强临床时间 本演讲对于进入医疗保健行业的学生尤其重要 因为他深入了解了人工智能技术 如何影响他们未来的时间 并强调了在患者护理中 有效利用这些工具所需的技能